4月2号,2022-2023赛季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 在首都体育馆展开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 在男子1000米决赛中,代表天津队出战的刘绍昂 以1分26秒082的成绩夺冠,收获国内比赛首金 我先想给大家谢谢一下 就是一直光注我们,一直给我们加油 我们这个整个一年也没怎么练 一年也没比赛,进到三个决赛就不错了 就有点累,就是累的感觉 刘绍林同样收获奖牌,夺得男子1000米亚军 而在此前的半决赛中,刘绍林以1分22秒490冲线 不仅获得小组第一,还打破了由韩天宇保持的男子1000米全国纪录 刘绍林表示,比赛中一直咬牙努力 拿了个全国纪录,然后现在拿了个第二名,弟弟拿了个第一名 我们非常非常高兴,但是今天就是咬牙,咬牙努力,努力了 然后我们也是就是最后一战,最后一战,然后最后一场,最后一场比赛 然后一直一直咬牙,咬下去的 在2022年底向匈牙利华兵协会提出申请变更国际后不久 刘绍林刘绍昂在一次采访中表示,我们要到一个新的国家去 这意味着放弃一切,从头开始 此次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中,两人四次登上领奖台 他们也就此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 4月2号的比赛结束后,2022至2023赛季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正式落下帷幕 本次比赛历经三天,共有超过1万名观众现场观赛,现场气氛热烈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大众冰雪部部长罗军介绍 本次比赛观众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,以年轻人为主 从31号开始,我们门票的销售就进入热销的阶段 周六的上座率达到92%以上 今天这个比赛是售庆 根据我们票务系统的统计情况来看 观众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,以年轻人为主 这次比赛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我们北京冬奥会的冠军 尤其是短道速滑项目的冠军成员到达了我们比赛的现场 和我们的观众进行非常亲切的互动 也引起了广大兵迷的广泛的好评 未来我们会完善我们的办赛 会完善我们的观众的观赛的服务和体验 也带动更多的人去关注我们的冰雪运动 喜爱我们的冰雪运动